電玩宅宿佩 我是主持人陳薇 不知道各位早上有沒有爬起來看Stay of Play的直播節目呢? 今天可是有非常多的大作都有新消息呢? 不僅有睽違多年的真三國無雙系列新作 就連大家期待的魔物獵人荒野都釋出了最新的新作 今早沒有跟到直播的朋友們馬上跟著電玩宅宿佩的腳步 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光榮特庫魔 睽違六年 終於釋出了自家招牌真三國無雙系列新作 真三國無雙起源 這次玩家將以原創主角無名英雄的視角進行遊戲 你將攜手三國英雄豪傑一起闖蕾世 體驗新世代引擎呈現的爽快打擊感 遊戲預計2025年上市 喜歡真三國無雙的觀眾朋友們 明年又能回到中原開始割草之旅啦! KONAMI經典恐怖遊戲《沉默之球2》重製版 也宣布將於10月8日在PS5與Steam平台推出 並首度公開實機遊玩畫面 遊戲採用Unreal Engine製作 將活用PS5與PC等最新硬體的最佳配置 來呈現畫面與音效表現 玩家將能透過第三人稱 《月間視角》的遊玩方式 體驗煥然一新的《沉默之球2》 喜歡恐怖遊戲的玩家 今年10月千萬別錯過囉! 最後就是萬眾期待的《魔物獵人荒野》 這次終於有最新的宣傳影片啦! 雖然不少網友對這次的角色設定有些意見 但能夠看到更勝於《魔物獵人》世界的效能呈現 光是這點就已經讓老獵人們卻略不已了 而且聽說這次還會是開放世界地圖 真的好想要2025年趕快到來啊! 以上就是今天Stay of Play整理報導 這次直播節目介紹的遊戲中 大家最期待的是哪款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唷! 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唷